这手完全不能用 天哪 这不打石膏了吗 这个先藏这 就不信他能找是这个 好了 完全任务 不好意思 这 住得挺远的 恨不能输吧 输不了 律师开始 我看见了一件 房梁上 二楼爬柱子爬过去的 小心找那几个吧 对 不着急了 这就不着急了 不行啊 这个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我觉得都不能在这种 特别傻的地方 哥哥 没有 有吗 没有 没有 快放下吧 这底下呢 咱俩那么傻呢 这不是活的吗 没有啊 咱们还真是单狠 他们藏的可挺异不弊啊 这人呐 传传的孩子太善良了 太好了 轰调过 鸿哥 用筹发动 肯定是有什么损招 我 这传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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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热毯都找了 齐活了 齐活了 一套一套 他们找着了吗 帮我挠一下鼻子 左鼻子 左鼻子 哥哥你不就一个鼻子 鼻子左的边上 回到晕了 这会儿指给我擦干眼睛 你就指不动 哥哥老房地儿那是我勾下来的 那儿 那儿 哎呀这 兵哥这舞太头了 我真的太愧疚了 太愧疚了 打开一下 给他挂在一个衣柜上 让他咔 就侮辱他们 我们告诉他 哎呀 兵哥怎么这么好 哎呀在这儿呢 怎么啦 他也藏这个跳板 你知道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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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从我的思路一样 也记恶扣 多坏啊 我是不是有点太缺了 我是不是太坏了 你这有点缺 这就得让他拆一会儿 来 来这儿 他也给咱记上了 嗯 不是咱思路都差不多 他们肯定思路跟咱也差不多 这是个T恤 哎 找到一件 哎 在这儿呢 跟咱尝尝差不多 思路很像 我再琢磨琢磨厕所啊 好嘞 这是啥玩 这是什么裤子这是 长裤 哦 短裤 他肯定扫一个裤腿 他在拆腿 你这有点劲 哈哈哈 抱提一下 不能帮忙啊 不能互相帮忙 不能帮忙 对 哈哈哈 哈哈 应该这也也不也没有牙关 放哪儿去 放这儿很结痒 可以吧 我这扣上了 可以吧 不要 这是玩容易弯的 急眼弯的 我看上了 边林要骂人的感觉 这裤衩怎么做的能做的这么复杂 你看跟我的思路一样 也记恶扣 多坏啊 这怎么穿呢 这不可能我觉得 这袖都这么窄一个 你先穿俩袖然后再套头 提前卸妆了就 对 这真是挺难的 不能互相帮忙 来 不行 可以这样就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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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这么累啊 你刺倒啊 你这样这样 你这 这是什么 啊 我进去 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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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时就这么出门 太努力了 这 这能穿上吗 好 好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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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衣服真没法穿 这衣服真没法穿 这衣服是个事儿 它得有一个什么方法能够 我穿好了 哥你穿好了 嗯 可以 放下来就交叉 那有时候放这儿 就有时候放这儿 对对对 就直接穿了 对对对对对对 哎 哎 还是哥有生活经验 走 哦 齐活了齐活了 走 好 好 行 他们太贼了 不会在这儿呢吧 不是 你看这也是 有 有 好 艾伦 好像在这儿呢 我找出咕咕咕咕咕 不是挺细 这个先藏这儿 新条路 够都够不着 我想让你好 好好好 够狠啊 输赢 暂且不说 还记个扣子看 这不可能是承担剂的 承担孩子 打死祸祸祸都干不出这事了 哎呦哎呦 一只还行啊 第二只 不承 不这样 我就这么痛苦 对啊 你平时你也这样穿啊 对啊 没事啊 哎 我也是 先伸俩袖子吧 俩袖子可能都在身里 这俩袖子 哎呦 这俩袖子 哎呦 这是个招歌 我这是 哎呦 真卡手 你咋也就这么穿衣吧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卡手啊 唉呦 你咋把头上套的呀 这总有冻哥哥 我这是冻董档 哎呦 像向下冻哥哥 对 这这么烫 怎么到哪里这儿啊 放过来啊 往里 别拆点那么这么深 我平时用这么刷我也能看见 哥哥你这有柱子拿柱蹭一下是不是也能下来 哪呢 后边 那还不如蹭你呢我蹭柱子多硬啊 蹭我一下 你要蹭下来还是要蹭上去 蹭上去 上去了吗 没有 肯定不对 你咋穿的刚才 一股巧劲 你能找这巧劲 对 哎呦 不行了 哥哥 你要困了我就先出去了 哥哥 不能两个你得先把胳膊放放松 往里钻 哎 哎 哎 我平时用这么烦我也能看见 有 我确实咱们咱们忙活穿一风格确实怪 对啊 你慢点走 你慢点走 玩的又是稀罕 开门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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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就是牡丹园 OK 那我们首先恭喜这个甲冰钢组合 还有这个范澄澄 胜利 哎呀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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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冰钢组合 可以挑选两个盲盒 就二合九 范澄澄 十一 好 好 那么第一组可以来亲自打开你的盲盒 嗯 跟我们一起吧 九对吧 好 三二一走 哎 这是什么 空的呗 那个是两 二点五亿年前的架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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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哎呀 获得了一个迷你鱼龙模型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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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好 乘上这组 看 哇 哇 哦 有大的 呀 最大的那个 什么 你给我拿来 哈哈哈哈 你给我拿来 真的假的 啊 你给我拿 怎么就成你了 哈哈 哥哥是真挺想要那个东西看出来 哈哈哈哈 来我们公布一下超大鱼龙仿真画实 首先这一轮又恭喜各位了 但别忘了我们还有盲盒没有解开 嗯 那么下一轮任务的名字叫做 朵嬷嬷 哦 在这轮当中 有两位是猎人 五位是躲藏者 大家有五分钟的躲藏时间 五分钟之后 随机公布猎人名单 猎人可根据手机上的实时位置 抓捕躲藏者 而躲藏者 被猎人触摸五秒之后 也变成猎人 若躲藏者全被找出 猎人获胜 拜拜